香港已达入了超高龄社会 超过14%是65岁以上人士 而2030年每4个人更加有一个是65岁以上 大家以为人老了,生活不便理所当然 用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医疗用品 好像告诉大家,我很虚弱,不可以独立生活 其实都影响心情和老年的生活品质 其实只要注意一些生活小节 已经可以令人活得更愉快 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我没有采访过 我是不知道的情况 例如我之前问社工究竟我们需要什么的上门服务 谁知道原来他说现在最缺的是家居上门清洁 对于器官比较弱的老人家来说 他真的很需要恳常去清洁 原来当女身体不好的时候 整个环境的事情是会不同的 大家现在对于人口老法的想象 是会觉得欧洲国家都没有什么 但是欧洲国家是用了70年时间 去踏入一个超高历的社会 他们有足够累積的财富 和在制度上去移动 然后踏入去 但香港其实只是30多年内 所以整个东南马 其实我们四小龙都是会面对的情况 世界各地 好像日本都有很多为老人家而设的 生活精品小店 但是香港就特别少 所以两位80后 Aris和Elise 用迹速在西盈盘开了间店 卖样漂亮又实用的银发组用品 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 防止他们因为小意外 令健康一落千丈 知道了他们的食药 那种倒些药卷出来的困难 你就会发觉这些真是好 每次倒出来就是一粒 那他就很方便去拿药 譬如这个不仅是一般的拐掌傘 他开了之后 他这些不一般易开之外 他还可以拿出来 你想想下雨天的时候 他可能是他更加需要拐掌的时候 如果白痴变了拐掌的时候 那会不会没有使用 这个可以方便看东西去 要定着不动 如果不是一动 其实都很容易投稳 虽然多了NGO和政府机构 关注老人服务 但是缺乏宣传 报纸、雜誌小报 Facebook更加少人分享 他们的铺子开业半年 还在用职速 他们就当自己是推手 反正年轻 大不了、存钱再来过 其实那个是什么 长者友善社区很重要 我可不可以去到街市买菜 我去到几岁 我还可以自己买菜 是很重要的 如果原来我坐轮椅 我已经去不到街市 你买几品的东西 工具帮到我一些东西 但是最重要是整个社区 是友善社区 都由你来的 都是创造的